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 我们到达了智利南部城市彭塔阿雷奈斯 Tunderinas 我们选择12月份来到这里 正直南半球的夏天 但一下飞机就感受到强风和寒冷的海洋性气候的魅力 彭塔阿雷奈斯是智利南极区和麦哲伦省首府 位于麦哲伦海峡西岸 是智利巴塔哥尼亚地区的最大城市 与南极州相距约1418公里水路交通方便 是从南美洲出发的南极探险者们进行休整的重要部级站 我们游览了彭塔阿雷奈斯市区和历史建筑 慕尼奥斯加雷罗广场 Plasma New Spiral 麦哲伦纪念碑 Monumental Hernando de Marguillanes 生态博物馆 Museum Siliciano 展示原住民的生活和生态历史 彭塔阿雷奈斯的市政公墓 Cementarium Municipal 让游客参观公墓比较少见 据说该公墓曾被CNN品为世界十大最美的目的之一 这里是城中观景台 Mirador Cerro de la Cruz 从这里可以俯瞰整座城市 实际上真正迷人的并不是彭塔阿雷奈斯的景点 而是它独有的地球南部高纬度城市的清冷纯净的气质 纯朴而宁静 在彭塔阿雷奈斯短暂休整后 傍晚我们就从彭塔阿雷奈斯港登上邮轮 启航进入麦哲伦海峡 Straight of Magellan 邮轮为游客举行了欢迎仪式 第二天邮轮到达了智利侠湾 Chillian Fjords 智利侠湾地区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和原始的海洋景观之一 我们到达了达尔文湾水域 达尔文湾是比格尔海峡向西的延续 形成了一条横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航行通道 通常被作为绕过河恩角危险岩石夹角的通航替代方案 这里是西北壁水域附近的菲奥多 加里波地 Fjordogare body 这个峡湾以其壮观的冰川和山脉景观而闻名 我们需要乘坐冲锋艇 以便能够近距离观赏菲奥多 加里波地冰川 游轮继续向比格尔海峡行进 Bigo Channel 比格尔海峡是跨过阿根廷和智利两国到西部太平洋的水道 安地斯山脉南路在那里延伸坠入冰海 比格尔海峡景色优美 沿途悬崖峭壁 威俄俊县 经过约两天的航行 我们到达了被称为南美大陆尽头的智利小城威廉姆斯港 Porto Williams 威廉姆斯港位于奈瓦里诺岛北岸 与阿根廷的乌斯怀亚隔着比格海峡相望 2019年5月威廉姆斯港被升级为城市 取代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成为世界最南端的城市 由于其地理位置靠近南极洲 也被称为南极门户 小城设有机场 以及治理海军驻扎 这里夏季短而凉爽 而冬季漫长 寒冷而超湿 我们徒步游览了小城附近的景区 领略了威廉姆斯港周边的自然美景 漫步在威廉姆斯港 小城人烟稀少 异常清冷而宁静 这里是市中心的奥西金斯广场 Plaza O'Higgins 阿图罗普拉特广场 Archurro Pratt Plaza 天主教堂是小城最具特色的建筑之一 埃斯坎帕维亚纪念碑 休闲帆船使用的小型码头 小城只有几家商店 和为数不多的乡村餐厅 据说大多数居民是海军军官和他们的家属 他们住在一排排一模一样 粉刷成白色的房子里 港口附近柱子上订满小牌子 标识着世界各地到这世界尽头的距离 游览了威廉姆斯港后 我们来到和恩角 Tape Horn 和恩角是位于智利南部和恩岛上的陡峭甲角 在南极大陆未被发现以前 这里被视为世界最南端的陆地 和恩角隔着德雷克海峡与南极州相望 中年强风不断 气候严寒 海面波涛汹涌 历史上曾有五百多艘船在和恩角附近沉没 两万余人葬身海底 游览和恩角时 游客需要乘坐重气艇进入该岛 到达岩石海滩后 要爬上几段湿滑的台阶 到达悬崖顶 和恩岛所在的伍拉斯顿群岛 已化为和恩角国家公园 和恩角灯塔是智利的标志性地标 灯塔位于和恩角甲的最高点 一间标志微小 木制的小教堂位于灯塔旁边 教堂质朴而庄重 一条木制人行道 从灯塔通往和恩角的纪念碑 纪念碑有两个独立的巨大金属片 中间被切割成飞行中的信天翁的形状 通往纪念碑的路上 有两块大力石牌 一个刻有献子 另一个刻有作家Sarah Wilde的一首诗 纪念在和恩角和南大洋周围海域遇难的水手 最后我们光赏了和恩角附近岩石上的海市 离开和恩角 我们的邮轮即将进入德雷克海峡 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期待着到达南极前的地域48小时 中间发现了数学 中间是电池百合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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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地方都在积andro